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马来西亚新冠肺炎 活动限制令的第一天 所以我就找个旧物来开箱 这个Gundam买了一段时间 然后也没有机会拍影片 所以这次找个机会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呢我本身是没收Gundam的 那时我自己也不懂为什么 不懂是哪一根筋不对 就跑去预定 然后就这样收到了第一支Gundam 而且这支Gundam它不单单是一个凶像 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我等一下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就来先看看外盒 天猫精灵 机动战士高达 前面就是它的名字 然后RX78 这个凶像前面的话我们会看到有阿里鱼 LabX 和另外两个品牌的名字 如果注意看外盒的话 会看到它写着 LabX正版 然后有天猫和Gundam的合作的那些字 就像我刚才说我本身是没收Gundam 所以这一盒我觉得是正版 如果有收Gundam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和解释一下这个Gundam的来头 后面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些 instructions 怎样开怎样关 其实这个Gundam是不可动的 可只有头部是可以动 OK 这就是它的整个主体 我这个没收Gundam的人看到的话也会觉得很漂亮 然后也很帅 那头部的话就只能这样上下 左右是不能移动的 就只有上下 然后也没有发光机构 那我先来转一圈 来看看它整体的造型 这个Gundam虽然是小个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细节 其实是很漂亮的 它的字 名字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鼻子那边 它里面也是有一些细节 这个黄色的部分其实有两个小机关 之前开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就是这一粒 左边和右边 这两粒按钮 这样它的作用 我等一下在影片的最后 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看到它是有一个小的小的小的小型 一张拍摄 这个小的小的小型 也不需要一张 它是最大的小的小的小型 那么多烈 看到一张拍摄 在一张拍摄 中间的一张拍摄 但是一张拍摄 就像一张拍摄 一张拍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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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之后还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四大品牌 还有就是Gundam Mobile Suit的名字也在底部那边 然后这个散气的装置 其实它本身是空心的 然后也不能打开 而且它是空心的 之前我还以为可以打开 然后可以放一些东西在里面 放模型啊放虚拎啊那些 不过它是打不开的 来这边空空要放什么 就是天貌精灵 把天貌精灵的speaker放进去 放好了然后就把前盖 把它掀下来 盖起来 然后就可以和它对话了 天貌精灵 我在 现在几点 现在是晚上10点6分 天貌精灵 我来了 黄明志的歌 我猜你想听的是黄明志的唱广东歌 马上为你播放 天貌精灵 记得 在 小声一点 音量已调到52 天貌精灵 停 好的 天貌精灵 主人你说 黄明志说 黄明志的不想上班 这就为主人播放 逍遥黄明志的不想上班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 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 天貌精灵 我在 你说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主人 你是在调戏本精灵吗 我是男士女不重要 重要的是 为了陪伴您 我修炼了几千个技能呢 给您介绍下吧 我会回家场景服务 也会查天气 还会帮你收蚂蚁森林能量 主人想详细了解第几个呢 天貌精灵 你好主人 周杰伦的歌 抱歉 无法为你找到 请换一个试试 天貌精灵 我在 张国荣的歌 让我们一起欣赏 这首经典的电影主题曲 由黄詹作词作曲 张国荣演唱 天貌精灵 你好主人 听 好的 我们把天貌精灵拿出来 它的上面其实有三粒按钮 然后刚刚我用手按那个音量的时候就是通过上面的两粒按钮来控制大小声 就是加和减 其实这个Gundam我是想卖掉的 只是还没有放上那个Facebook打广告 所以如果有股进的收藏家或者是股进的买家 你们想要的话可以联络我 直接COD就比较方便 在股进沙拉月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